大马路上急车骑士好端端行驶 看见眼前绿灯继续执行 没想到骑到路中间 一辆黑色休旅车 突然从侧面急驶冲过来 骑士当场被撞 整个人飞了起来 重摔在地 车上物品掉满地 休旅车驾驶当场愣住 迟迟不敢下车 来听断警方说法 事发在高雄男子行西路 肇事的46岁修旅车驾驶 疑似闯红灯 直接撞上真性骑士 造成骑士身体多处挫伤 索性送医后没有大碍 双方九侧值为零 肇事原因警方将进一步离清 警方表示依照道交条例 违规闯红灯将可开罚 最高5400元发还